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国家和机构罔顾事实 编造和散布涉疆涉港的谎言 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操弄人权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是这些国家的惯用伎俩 这是对国际人权对话以合作的干扰和阻挠 也是对世界人权进步事业的践踏和破坏 中国的人权发展扎根本国土壤 服务本国人民取得了举时瞩目的成就 充分说明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走得通走得好 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消除绝对贫困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解决事件范围的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是对世界人权进步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也是对少数国家歪曲抹黑中国人权状况的有利回答 非常感谢您的纽红 您的纽红